音樂 好那假定我現在是underspread channel 所以我一定可以選擇大T 我一定可以選擇大B 使得我的傳送管道是frequency non-selective同時slowly fading 我至少我一定可以選到 所以如果是underspread 如果是underspread 那我一定可以選擇一個 大B跟大T 當然B跟T乘小大於1 介護中間 使得我的時間一定遠大於Tm 我的傳送管道是遠小於coherent time 那這個時候如果做得到 如果是underspread 同時spray factor等於0.01 那我就可以選擇一個傳送的方式 讓我的channel變成frequency non-selective同時是slowly fading 那這時候我們的分析就簡單了 如果它事實上是slowly fading 那我們就是說它幾乎跟時間無關 如果是frequency non-selective 那我們說它的波形 我們的乘上去的gain 每個點乘的都一樣 這樣了解嗎 slowly fading代表在時間上的 時間軸上的波形 會被嚴重的變形 frequency non-selective代表是在平譜上的波形 不會被嚴重干擾 所以平譜上的波形代表是說 在一個頻寬裡面 我們乘上去的幾乎都是常數 大家都乘以0.8 大家都乘以0.6 大家都乘以0.1 都沒有關係 所以我的頻譜波形不會嚴重 太嚴重的變形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代表值 f等於0代表 時間軸上不會影響太大的話 我們就說它就是時間嘛 乘上一個常數 所以冒後體也拿掉 它跟時間無關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簡單了 我們輸出等於輸入 對channel的import response 做convolution 我們就可以簡化 它基本上這個公式是等號 還記得這個公式 這時候這一項就可以變成單一項 單一項可以提出來常數 所以它就是一個常數 這就是slowly fading frequency non-selective channel的基本 紅色的這一塊 就是基本的公式是這樣來的 那如果是overspread你就做不到 好 那這個是一個負數 它有十步有虛步 所以改成極坐標的話 就是一個alpha跟phi 那我們做一個很不合理的假設 那這個整個的目的是要這樣子 我們先記得這個假設 不然同學可能會太過樂觀 我現在一個傳送的訊號 我這個傳送管道是一個很好的frequency non-selective slowly fading 所以就相當於乘以一個數值 就是alpha 1i phi 而且不隨時間改變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單純的事情 那收到的話就是rlt 當然中間會加上一個背景雜訊高斯 那我們大概就是這樣一個管道 那同時我假設我假設alpha跟phi 對接收端都是完全知道的 我也知道你乘以0.8 我也知道你幫我轉了45度 我在接收端是perfect estimate 如果 如果 那所以perfect estimate我當然 角度的話我就可以把你轉回來 你傳送的時候幫我旋轉45度 我就幫你把它轉回來 我轉個-45度就消掉了 所以這個我絕對可以完全消除 沒有任何的資料損失 那alpha的話它是隨機的 所以基本上我當然可以把它乘回來 可是這時候會有一個問題 我們的channel變成這個樣子 因為角度我就把它轉回來 沒有資料損失 可是alpha呢 你會有不同的效應 因為alpha可能會有大有小 還記得我們是 通常alpha平方的期望值會設為1 因為長期來講能量不滅 所以有時候是建設性的干涉 有時候是破壞性的干涉 建設性的干涉就是我送1瓦 你送到2瓦 那很棒 那時候效能特別好 那有時候我送1瓦 因為你會衰減下來 可能會收到0.3瓦 那這時候效果就會比較差 因為雜訊都一樣 ZT是穩定的 所以我傳送能量變小 我對抗雜訊能力變差 alpha是有時候大 有時候小 所以我們接收端 要看長期的效應 我們看的是長期下來的錯誤率 有時候會變得很好 有時候會變得很差 那最後就會變得非常糟 平均來講會變糟 所以基本上我常常講這個觀念 我們後面要做的是分析它的錯誤率 我們會給你真正的公式 基本上你會發現 我們只要有fading 它的效能會變得非常糟 即便接收端做這麼不完美 這麼完美的假設 alpha跟theta alpha跟phi完美的估計 你的效能還會非常的糟 那我們會看到10的複式脂肪 會比原來沒有fading的時候 還要差25dB 這是後面直接會做出來的 我們先看到我們的goal 所以代表的是只要有fading 你幾乎通訊是沒辦法用的 所以要怎麼樣來改善 就是diversity diversity會讓我們變得可以用 所以沒有做diversity的perfect channel slowly fading frequent and selective 你還是幾乎不大能用 那這裡就告訴各位一個概念 就是說當然alpha有時候會瞬間變得很大 雖然瞬間很好 可是平均來講 它整個有時候變得很差 會讓你掉下來 所以從工程的角度來講 我們希望一個工程師的效能是很穩定的 他不要有心情好的時候 突然幫你做了好棒 心情不好的時候就幫你隨便亂做 完全隨著心情而定 那個是一個fading engineer對不對 可是fading engineer我們不喜歡 因為整年下來 他的工作會影響非常的大 可是學藝術人我們喜歡fading 你一輩子只要做出一張畫 突然瞬間有個高峰 畫一幅畫寫一本小說 傳世流芳萬世 那就很棒了對不對 那你其他日子都想不出東西來 畫不出好東西也沒有關係 一輩子寫一首詩就好 所以這個我們講 fading 圈是藝術性的 所以學藝術人就是fading channel 他們希望瞬間好瞬間好 因為只要做一次好就好了 我們那工程上我們不希望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效能到底怎麼樣分析 所以我們接收端會等於傳送端的一個訊號 乘上一個隨機的α 加上一個隨機的雜訊 那如果是paste band的話 當然paste band雜訊是2分之N0 那我們知道說我們假設接收端 對相位是完全同步的 可以完全恢復的 所以如果傳送端送BPSK 正負一 那我們當然相位可以調得非常準 所以在基頻沒有問題 我們只有感受到純十步的雜訊 所以雖然基頻的負數雜訊是2N0 可是我們每一軸只有N0 所以這兩個效能 你可以看到是完全等效的 因為更號而已除掉 事實上等效於2分之N0 那如果是equal prior 那最好的接收值 你要猜正1負1 就是大於0或小0 跟α無關 然後我們之前有看 就是說我們的錯誤率 givenα 記得接收端知道α 接收端完全知道 現在的α是0.1 0.2 0.3 0.4 還是2 還是3 所以接收端知道α的前提下 錯誤率 這樣一算 根號兩倍的signal power signal power就是這個的平方 就是α平方1 除以雜訊的power 所以就是N0 對不起 這是2 signal power是2α平方1 除以N0 那這個時候呢 只算當下的α的錯誤率 這個錯誤率是 在某一個瞬間 α等於0.8 帶進去的錯誤率 那下一個時間呢 α可能會變0.2 在下一個時間 α可能會變0.9 在下一個時間 α等於 等於比如說8.2 所以α是隨機的 那所以我們要算的是 長期的錯誤率來講的話 你要取期望值 對α取期望值 這就是長期的 這就是長期的 一年下來的 兩年下來的 對於rallet distribution的錯誤率 所以它就是對α當下的錯誤率 乘上α的機率 那就是rallet fading 我們最簡單的 長期的高斯 二維高斯取絕對值所獲得的rallet fading 所以這是它概念 好那這時候我們就看 這個就是微積分 這個東西當然可以積 剛好可以積分 那我們設β是2σ平方 1除以n0 σ平方就是你rallet fading的參數 參數 α是隨機 α平方的期望值是 兩倍的σ平方 它的參數 好那這時候我們把x設為 α取σ 帶進來 剛好可以積分 我們用這個是 integration by part 細節我們就不講了 因為我都提供的非常清楚 然後這時候你發現 這邊純高斯 所以高斯你湊0到無限大 這就是1 2 所以獲得了一個標準式 標準式當然沒有問題 它這是嚴謹的數學獲得的 可是我們要看感覺 所以這時候我把這個式子 畫成另外一種形式 就是兩倍的根號1加γb 根號1加γb 減掉根號γb 然後有理化分子 乘以根號1加γb 加1γb 分子也是乘以這個 所以分子 a加b乘以a減b 就是a平方減b平方就是1 所以有理化分子之後得到了分母 然後γb如果夠大的時候 譬如說10倍 這一項消掉嘛 這一項消掉 所以剛好是4倍的γb 好那這個告訴我們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如果畫效能圖 如果畫效能圖 我們畫log 我們畫log gamma b log log 錯誤率 我們都會畫log log scale 所以log pe 等於取log的話 就是-1 乘以log rb 減掉-4 當然我們這邊取log是取10為底 你會看到它的效能的曲線是 斜率是-1的一個曲線 斜率是-1的曲線 這個-1將來我們會把它定義叫diversity 它的diversity是-1 因為它只有送一個copy 它沒有重複送 所以這是斜率-1嘛 diversity 你將來會看到它的效能很糟 好 我們先記得這樣子 那我們來看一下 equal prior BFSK 那很簡單 那我們當然知道說 現在都會對乘個alpha alpha是隨機的 有時候大 有時候小 好 那我們之前接收端 假設完美的知道alpha的情形下 我們當然可以算效能 那錯誤率是Q的 記得BFSK 它的效能是 根號的gamma BQ函數 那加上一個alpha的話 它就變成乘上一個sigma平方 好 那所以這邊會有 Q的根號的alpha平方gamma B 然後你必須要把alpha平方乘上它的機率 就是relate fading 那剛好也可以乘 就跟剛剛算法一樣 這個公式跟前面完全一樣 只是beta不一樣 這邊的beta定義是這邊有2 這邊沒有2 好 這邊沒有2 但是只要你這樣一改 公式就完全一樣 所以積分完全可以用 那只是說這邊會多了一個2 有理化分子之後 這邊多了一個2 所以變成兩倍的gamma B 好 你會發現效能也一樣 是斜率負1的直線 只是前面一個乘以4一個乘以2 4跟2剛好是差3dB 這個是2 Gamma B分之1再除以2 所以前面的錯誤率如果是 就是下一張投影片的錯誤率 如果是2乘以10的-5的話 這邊大概就是1乘以10的-5 所以這邊會比較好 兩個剛好準準的差3dB 完全是平行線 好 那我們繼續做Binary Differential PSK 錯誤率我們之前都算過了 所以我們第四章要先交 所以你會發現一個事實 傳統的錯誤率跟Fading的錯誤率 其實很好算 你就把傳統的錯誤率乘上 Fading的錯誤率的distribution 那個alpha distribution 然後把它的能量多了一個alpha 就好了 就好了 好 所以基本上一樣設β 那這個就比剛剛那個簡單了 它本來就可以直接積分 這沒有問題 好 那直接積分出來之後 剛好就是一個1 2 加Gamma B分之1 我剛剛忘了講 Gamma B前面加一個bar 代表是平均值 因為記得alpha有時候大有時候小 大的時候我接收的Signal to Noir是好的 我們看的是一個平均 平均現象 好 所以基本上大約是2 Gamma B分之1跟前面一樣 non-coherent的話我們得到一個式子 然後照算剛好是多一個2 剛好是Gamma B分之1 好 那這邊是公式 那考試一般我當然會稍微考一下 那考一下不會考這麼複雜的計算 會考比較簡單 比較簡單的意思就是說 你至少要知道一個概念 你知道說在白色雜訊底下的沒有fading的錯誤率 如果給你alpha distribution 你怎麼樣算這裡 alpha distribution可能給很簡單 0或1機率都是1 2分之1 2分之1算一下就好了 那你就知道光這麼簡單的fading效能就很糟了 更別講可以layfading 那這是approximation 所以你看到都是直線 斜率是-1 只是它的那個基本點不一樣 一個是4 一個是2 然後你可以看到完全平行都差3dB 那本來應該有4條線的 你會發現兩條線重合 這兩條線重合 因為都是2Gamma B分之1 2Gamma B分之1 幾乎疊在一起 只差一點點 這邊是4條線 中間這邊有兩條 好 那我們在第4章的時候有畫 沒有fading的錯誤率 好 那我們說一般在商用的系統的話 一般是10到20dB還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你看到就是說 如果我們現在系統希望錯誤率10的-4次方 它變差25dB 這還是完美的假設之下 也就是接收端完全可以 完美的估計α的前置下 如果你不能完美的估計α 你還會更糟 而且我們錯誤率還要求只有10的-4 而不是一般標準的10的-5 10的-5會更糟 那所以基本上10的-4 你還需要35dB 那35dB 如果以36來講除以3的話大概12倍 12倍的話代表我的傳送訊號的能量 要是雜訊能量了4000多倍 你才能夠達到10的-4次方 在fading channel 這個在實作上 在實際超級上是幾乎不可能做的 所以fading channel 其實是完美的接收端也沒辦法使用 基本的概念 除非你願意用很大的能量來對抗雜訊 好 那我們稍微討論一下 就是這個都是平行 一個x3dB 一個x6dB 好 然後錯誤率是inversely proportional 就是導數啦 剛好是導數 沒有fading的話就是直接掉下來 是指數递減 可是由飛ading變直線递減 錯誤率10的-4次方是35dB 大概不大能用 所以你一定要想辦法解決 解決方法就是diversity 這個diversity 我們在很多地方會用 好 要介紹diversity之前 我們要介紹一個 Distribution 叫 Nakagami M Distribution 它剛好也是有公式的 就是 Nakagami在1972年 Suzuki他們所介紹出來的一個distribution 那它的公式基本上 我們會等一下會告訴你它的由來 它剛好讓rally fading chain 變成它一個特例 如果 Nakagami M m代1的時候就是rally fading m小1的話 那就是 worse 就是效能會更爛 m大於1的話就是效能會更好 那m基本上就是alpha平方的 期望值的平方 除以它的variance 稱為fading figure 有很多人在研究fading figure 那他們基本上是在都會區 量出來的fading很多 很像Nakagami M Distribution 基本上它就有diversity效應出來了 也就是我有 我送一個copy很自然的 你會收到好幾個copy 那個時候很自然的產生一個diversity效應 但有些diversity是我們自己要產生的 你看到就是m很大的時候 跟m很小的時候 還m等於1的時候 那m等於大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它就比較集中 它不會變異那麼大 它乘上去的gain 不會有時候大有時候小 那m如果很小的時候 它那個變異非常的大 有時候很大有時候很小 所以這種變化很大對我們來講是很不好的 這邊我們就沒有公式了 直接給效能圖 它的概念很簡單 把BPSK的錯誤率公式乘上α平方 調整gain 然後乘上Nakagami M Distribution 積分 那可以做出來 那你看到就是說 如果是Nakagami M M等於1斜率是-1 M等於2斜率是-2 什麼叫斜率是-2呢 我們看一下這邊 記得畫dB的話是倍率問題 這邊是10倍 差10dB 10dB大概差10倍 這邊的話大概差100倍 所以10的-4 10的-6 所以是diversity 斜率是-2 那M等於3的話就是diversity是斜率是-3 4斜率是-4 所以我們就說看到斜率是-4的時候就蠻好的 斜率是-4的話大概就近到10到20dB 所以4個copy好像就夠了 我們後面看到就是拿agami M的效果 好 那我們先解釋diversity的基本概念 為什麼fading效果會這麼糟 我們用剛剛erometer的一個 2-pass的model來介紹 你會發現它有所謂的deepfade的效果 那你會有很多時候 你傳送的訊號會陷入deepfade 好 那要怎麼解決呢 因為它是隨機產生的 所以我們就多送幾個copy 如果你送三次 三次都碰到deepfade 那是很倒楣 通常不會 diversity就是多做幾次 多做幾次 然後你不會每次都那麼倒楣 碰到deepfade 那diversity基本上有幾個可能性 一個是頻率 同一個訊號用三個頻率送 那叫做frequency diversity 多樣化 diversity 當然這些頻率的偏差要夠大 要大於coherent bandwidth 因為我們這三個的乘上去的alpha要不一樣 要是完全獨立的 最好是獨立的沒有關係 那這樣子你才會有機會說 不會一個碰到deepfade的就三個就碰到了 這樣了解嗎 所以我們三個要有diversity的gain 基本上你的傳送的copy遭受的環境最好是沒有關係 你才會有diversity gain 不然你的direct gain就不夠大 time diversity也是一樣 我送三個copy 那他們的time slot要大於coherent time 造成我每個時間送的時候 乘上去的gain 他們關係是沒有的 那還有一種做法是用多天線 叫space diversity 那天線跟天線的距離要夠大 才會讓這幾個天線 不會同時碰到deepfade 通常是大於10倍的波長 但是就我所知好像不見得要大於10倍 因為一般的天線 其實他們好像diversity都沒有那麼大 不過基本上就看你 因為天線沒有距離這麼大的時候 你還是會有個矩陣 你是個天線矩陣 你可以用矩陣獲得你要的diversity 因為那個矩陣你如果可以量測的話 好 那最後一個就是我們一定要介紹的rack receiver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結果 好 那rack receiver基本上是wideband approach 那wideband approach跟前面的frequency diversity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稍微畫個圖 讓同學知道一下 前面的frequency diversity是我送個訊號 它會在三個不同的頻段送 這頻段要拉得很開 然後送一樣的東西拉開 rack事實上是這樣子 我只有一個頻段 我只送一個copy 那個頻段呢 剛好大於我的coherent bandwidth 還是有些傳送管道 你真的沒有辦法 它的coherent bandwidth就是那麼大 你也沒有辦法 你只能選擇b比它大 所以它稱為wideband approach就是說 它在我的傳送訊號的寬度 大於你的coherent bandwidth的時候 我還是可以得到我的diversity gain 那diversity gain基本上就是 你b除以delta fc 所以如果b這個是3的話 代表我有三倍的diversity 好像很糟的情況 我的傳送管道的傳送訊號 它的頻寬 是比你的coherent bandwidth還要大 大好幾倍 可是我可以用rack的方法 來獲得我要的diversity gain 或是大4倍也沒有關係 所以如果你的頻寬還不夠大 你還得不到diversity gain 對你的b如果只有delta fc的一倍 你還獲得不了diversity gain 你的斜率只有-1 所以你斜率要-4的話 你還要真的要夠寬 所以它叫wideband approach 所以這樣介紹完了 大概你就知道說一般的無線傳送 就碰到fading怎麼樣處理 那我們前面三個diversity 如果我們講是完美的話 你得到的是l個 一模一樣的傳送值 對不對 我們每個傳送值遭受到的alpha 都不一樣 這是alpha1 alpha2 alpha3 他們彼此之間是獨立的 所以我送一個訊號 得到三個訊號 分別乘上不同的alpha 彼此獨立 然後加上雜訊 所以只要你前面三種 基本上的概念都一樣 我們就一起分析 最後一個的話就是頻寬要遠大於delta fc 你的diversity gain 我們用l代表 事實上是跟這個比例有關 好我們看一下binary訊號 所以我們假設 我們有l個一模一樣的copy 每一個都是frequent selective slowly fading 每個都很棒 個別都很棒 但是因為個別很棒 我們送一次還是送不過去 剛才記得 10的負四次方 我們需要35dB才能用 那我們事實上背景雜訊是高斯 這也很合理 好 那我們假設我們的相位 還記得我們的alpha旁邊都有個相位 都可以被完美的偵測 alpha也可以被完美的偵測 這邊有個1i5-1 1i5-2 1i5-3 我都可以完美的偵測 所以我都可以轉回去 phase shift 是可以完美的補償掉的 那alpha1 alpha2 alpha3 也可以被完美的偵測 然後我每一個都有一個接收值 rk等於alphak乘上s s是一樣的 記得我s是重複送 重複送 三個頻率三個時間或三支天線 都可以 那下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去combine 我現在有r個值 l微的接收值 你怎麼樣去combine 那這時候一個最常用的方法 叫做maximal ratio combining 基本的公式這樣子 我們後面先不要看 就是我有l個接收值 我alpha估出來之後乘上我的alpha 那基本上我們講說 maximal ratio combining是最好的 也就是說一般我們在接收端 我有三個接收值 我現在要做一個判斷 你送的是正1還是負1 那我們最要把三個接收值做一個整合 整合有很多方法 一般實作會最希望做的是線性整合 因為我們希望線性的東西 所以我有r1 r2 r3 我有三個值 我要把它合在一起變一個值 然後用大於0小於0 來猜你送的是什麼樣的一個數值 那非線性整合的話 比如說我用r1平方加r2平方 加r3平方 大於或小於一個thread hold 來做決定 這叫非線性整合 因為我的輸出跟輸入不是線性關係 那線性整合的話就是我選一個係數 比如說w1 r1加w2 r2加w3 r3 然後大於等於一個thread hold 那就是把接收值乘上一個常數相加 這叫線性整合 線性整合 好 那我現在要做線性整合了 那你就要找最好的係數 你的線性整合之後的錯誤率最低 那答案就是α α是你剛估出來的 α我剛好講 他在某一次傳送 他的α1α2α3事實上是固定的 下一次會變 每一次都會變對不對 他是隨機的 可是那一次估出來的時候 我接收端是完全可以完美的估 既然我有α1α2α3 我就可以當係數 乘上我個別的接收值 好 那他基本上完美 他是證明說 他使得整個系統的 output signal to note ratio 記得我是s乘上αk 這是我的傳送s之後 每個channel收到的乘上αk wk是我接收端要加的waiting 所以他的能量就是 這個訊號s提出來的平方 乘上這個常數 αk是常數 wk是常數 αk接收端估出來的 雜訊的能量的話 就是nk平方乘以wk平方 那這個都是二分之N0 常數 那這個時候用什麼 coach-swath inequality 就可以證明說 我最好的wk 最好跟αk一樣 我做完了 所以maximal ratio combiner 基本上是optimal linear combiner 現在完全解釋 他是最好的線性的整合器 最好的線性的整合器 那如果你用非線性那是another story 這是告訴你它最好 第二個就是說它的概念是什麼 idea 為什麼這樣做很好呢 我們就是說如果你訊號很強 我們再把它加強 favor the strong signal 我們說α1 α2 α3 事實上會它是影響 我事實上是送的是s1 我送s乘以α1得到r1 這邊是乘以α2得到r2 這邊事實上是α3乘以s 好 那我們舉個例子來講 假定α3是很差的 defade 0.01 好差喔 這個的話是0.1 這個是1 平盤 這個是100 有個channel特別好 有個channel很差 當然如果你送一次 你可能就碰到這裡 這是平盤 那這時候你會發現它的效果是什麼 我估α之後再把它乘上去 所以我實際上是 這邊是估出來的 我再把它乘上去 我把估出來的東西乘上去 所以相當於我把它加起來之後 相當於我好的channel變得更好 壞的channel變得更壞 那它就給我一個效果 就是說它會讓strong signal 我相信strong signal 它如果告訴我很正 當然我要相信它 因為它的訊號夠強 我應該相信它告訴我的正1還是負1 那弱的訊號呢 我就再把它衰減 所以如果這邊 因為我現在是送正負1的話 如果這邊告訴我算出來是正的0.01 那這邊告訴我是負的99 我要相信誰 我當然相信它啦 對不對 強的訊號我要相信更多一點 所以我把它乘上去 這種弱的訊號 雖然告訴我是正1 那我應該不要太相信它 所以它是trust more on the strong signal 理論的解釋也很合理 那數學的解釋也很合理 所以基本上這是它的結果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Multiped fading 經過diversity之後 它的錯誤率是什麼形式 那given 我們現在是說我們用maximal ratio combining 那這個時候我們把這個像次呢 改成alpha平方s where alpha平方就是每一個alpha k的平方 我們用單一參數 我們用單一參數 alpha平方 假設是所有的alpha k的平方的和 然後這時候我們把它開根號 所以裡面就是alpha 那把這個開根號把這個除以alpha 好 所以我們將來的系統是 r等於alpha s加上 alpha是submissionalpha k的nk sum 好 那我們就看這個系統 所以如果你是bpsk 你就送正負1嘛 乘上alpha alpha就是每一個alpha k的平方和開根號 雜訊就是除以alpha 每一個alpha k乘以nk 錯誤率的話 如果你知道alpha 1 alpha 2 alpha 3 你就知道alpha 所以基本上呢 錯誤率知道alpha 就是根號2alpha平方 1除以n0 這我們知道早就算出來了 那唯一的問題就是alpha的distribution 是什麼 你真正的長期錯誤率就是這個錯誤率乘上 alpha的distribution就做完了 那alpha會變什麼distribution 就是nagami l 就是nagami l distribution 那我們現在介紹nagami l怎麼出來的 每個alpha平方事實上是十步加虛步的平方 你就知道nagami m是怎麼形成的 它自然如果你的傳送管道有自然diversity 它就形成了 我們的alpha 1i phi 事實上是等於x加上iy 對不對 xy都是高斯 獨立高斯 它在複數平面上我們把它換成極坐標 alpha就是它的遠點的距離 phi是要旋轉的角度 所以alpha事實上是等於x平方加y平方開根號 所以這就是rallet rallet是兩個高斯的平方開根號 所以alpha平方事實上就是兩個高斯的平方 兩個高斯的平方 所以alpha k平方是xk平方加yk平方 那我們知道高斯的平方和是chi square 這個就是機率要學的 With two degrees of freedom 兩個高斯平方和是two degrees of freedom 那alpha平方是什麼 是很多alpha k的平方 所以就是chi square with two l degrees of freedom 所以它的distribution我們知道 所以它開根號剛好就是nagami m 所以nagami怎麼來的 就是很多高斯的平方和開根號 看你有幾個高斯 所以它的pdf是這樣算出來的 所以它完全符合我們的量測現象 那omega這邊的omega參數事實上是l倍的兩倍sigma平方 因為更多的高斯進來 那錯誤率呢事實上就是原來的錯誤率乘上nagami l的積分 我們剛剛那個圖已經給各位了 它可不可以積分可以有公式有我們 但是我們不推導給各位看了 這個太可怕了 不過基本上我們只給結果 這是等號真正的等號這個積分是可以做的 好那做出來之後我們看到它的公式 這公式當然看不出來它的一個趨勢 所以我們這裡的mu事實上是根號1加加碼c bar分之加碼c bar 加碼c bar事實上是個別的channel的一個 我們有好幾個copy嘛 個別的channel的signal 平均的signal to noise ratio 好那我們記得我們講的是alpha case都一樣 是equal 然後e有等能量 那這個時候如果說我們講說一樣有理化分子 這個大概是四倍的rc分之一 那1加mu呢因為mu假設很小 好所以我們基本 對不起mu假設很接近1啦 所以這個是大約是因為rc我們假設很大 rc假設很大 所以1 2加mu就很接近1 好那很接近1這一項是1 所以這一項的合告有公式 就是2l-1取L 好當這一項是1的時候這一項就是這個這一項 那這一項就會變成4rc分之L 好這時候你會發現它的斜率變了 貨物率會等於rc4倍的L次方分之1 如果你畫log log scale 它是log pe等於這邊有一個負的L 存在上log rc加上一個log的常數 所以它事實上是signal to noise ratio以db來畫的話 跟錯誤率以db來畫的話 它是斜率是負L的斜線 我們剛剛講nagami m m等於2的話斜率負2 m等於3斜率負3 所以如果你用3支天線 你的斜率就變成負3就掉的非常快 那如果是用4支天線斜率就負4 這個是數學上完全可以獲得的 這邊只是給一個範例 L等於2因為以前有些同學還是蠻有興趣的 該怎麼積 所以我就給個範例 L等於2就這樣積 積完了出來就對了 L等於3舉1反3 我想不是很好舉1反3 不過就基本上大概是follow這個步驟就可以算 所以我們來看最後的結果 所以這邊現在看結果 L等於1斜率負1 L等於2兩支天線 兩個頻率兩個時間 它就掉下來了 L等於4的話就這一條 我們看到10的負5次方 是一般通訊所需要的標準 所以這時候你看到的時候 你發現我只要在24dB 24dB左右 我就可以達到錯誤率10的負5次方 所以一般在10到20dB左右 其實已經幾乎可以用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diversity 我花一點點的代價 我花一點點的代價 比較多的頻率 比較多的時間 或比較多的天線 我就讓這個很嚴重的無線通訊的系統 這個fading channel我就可以用 所以diversity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通訊技巧 我們可以做的 所以說我現在有個小型的 但是我們可以做的 但是我們可以做的 所以我們可以做的